2021年11月19日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郁县 一个70来岁的老人 背着一个口袋在街边捡垃圾 这个老人穿着非常朴素 手里拿着一根棍子 走路还一瘸一拐的 他的右腿是用木头做成的甲汁 由于已经用了很多年 远远看去 这个甲汁就像是一条马腿一样 老人就这样一瘸一拐的 在垃圾桶里翻翻找找 每次看到止咳或者水瓶之类的东西 他就会露出开心的笑容 路过的人看着他年纪这么大了 还要出来捡垃圾 纷纷露出同情之色 还主动把喝光的水瓶递给他 把整条街的垃圾套都逛了一遍之后 老人才拄着木棍慢悠悠地往家的方向走 这个老人是谁 他为什么要在右腿上安一条马腿呢 后来他又怎么样了 四肢健全 幸福这个大早上 就在外面捡垃圾的老人名叫朱翠芬化名 出生于1951年10月份 朱翠芬是河北省张家口市 玉县宋家庄镇朱家庄村的 一个普普通通的村民 朱翠芬并不是天生残疾的 他刚出生的时候四肢健全 是一个非常健康可爱的小女孩 那个时候 中国农村的农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 很多人都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朱翠芬家同样如此 朱翠芬所在的村子里讲究多子多福 平均每个家庭都有四五个孩子 朱家也不例外 朱翠芬是家中的老二 也是姐妹中年纪最大的那一个 他知道家里的条件非常不好 父母为了养活五个孩子 已经耗费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他不能再添乱 于是 小小年纪的朱翠芬就承担起了 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后来又主动包揽了家里的家务活 朱翠芬从小就勤劳肯干 对待比较调皮的弟弟妹妹也非常有耐心 农忙的时候还会下地帮着干农活 村里人都知道朱翠芬的美名 他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 很多人都觉得 勤劳能干的朱翠芬很适合成为自己儿媳妇 他嫁给自己儿子的话 肯定会给这个家带来颇多助力 从朱翠芬年满十六周岁开始 十里八乡就有不少人开始盯着他的婚事 朱家的门槛更是差点被媒人踏破了 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提倡自由恋爱了 但是在比较保守的农村环境中 人们更倾向于遵循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这一套 朱翠芬对另一半的要求也不高 他只希望未来的丈夫勤劳踏实 对他好就足够了 虽然家里的孩子比较多 但是朱翠芬的父母并不是那种重男轻女的人 他们把女儿的要求放在了心上 在媒婆推荐的人选中仔细地进行挑选 他们知道女儿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所以挑选的也更加仔细认真 毕竟这是他的终身大事 后来朱家父母看中了一个叫做李德权 化名的小伙子 李德权曾经当过兵 后来虽然殷商退伍了 但也在县城里面得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 李德权家的家境非常不错 在当地算是殷实的人家 而且李德权的父母都性情随贺 待人和善 并不会随意苛责心进门的儿媳妇 李德权本人也长得非常不错 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的 非常符合当时人的审美 唯一的缺点就是 由于在部队多年 李德权看起来比较严肃 不太爱笑 他也因此吓退了不少的姑娘 在朱家父母看来 虽然李德权比自家女儿大了整整11岁 但年纪大更会照顾人 所以他们在征求了女儿的意见之后 竟然接受了这门婚事 在结婚之前 朱翠芬和李德权 在父母和媒人的撮合下见过几面 不过 当时由于两人都比较害羞 所以并没有多聊 对对方依旧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 在出嫁之前 朱翠芬对未来的生活既充满了期待 又非常忐忑 他害怕李德权的性格不好 不是那种容易相处的人 也害怕李德权家人会刻意刁难他 不过 他的这些顾虑 在他婚后都没有出现过 由于工作的原因 李德权并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 而是一个人住在单位分配的单人宿舍中 两人结婚之后 朱翠芬就搬进了李德权的宿舍中 过起了二人世界 他们只有等李德权放假休息的时候 才会回家看望父母 也许距离产生美 朱翠芬从来没有和李德权的父母 发生过矛盾 而李德权也非常照顾这个 比他小了整整11岁的小娇妻 两人生活得和和美美的 朱翠芬还在婚后不久 给李德权生下了一个儿子 儿子的出生 更是给一家人的生活 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李德权和朱翠芬 对这个孩子都充满了期待 后来 两人又共同孕育了两个女儿 一家人的生活更是欣欣向荣 就在李德权和朱翠芬的生活 蒸蒸日上的时候 意外却突然发生了 遭遇车祸 右腿截至1976年 25岁的朱翠芬像往常一样 去附近的供销社买东西 今天家里要来几个客人 所以朱翠芬早早地出门 准备去抢点猪肉招待他们 那个时候的道路 并不像现在这样 有很多的斑马线和红绿灯 人们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也不强 大街上有很多调皮的小孩子 你追我赶得打闹 有时候撞到了行走的陌生人 还会个鬼脸快速地跑开 朱翠芬家里也有三个孩子 自然明白这些孩子身性 都比较活泼好动 所以即使被撞了好几下 他也没有计较 正当他着急着去购买猪肉的时候 一群正在打闹的孩子 朝朱翠芬扑了过来 朱翠芬的全部心神 都集中在赶路抢猪肉上 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孩子们 毫无意外的 朱翠芬被撞到在地 正在这个时候 一辆汽车开了过来 正好撞上了往地上跌倒的朱翠芬 汽车的司机是个新手 在这紧急的情况下 竟然把油门当成刹车踩了 就这样 朱翠芬被汽车撞飞了出去 鲜血流了一地 那几个床下搭货的小孩子 见事情不对 也四散逃走了 那个肇事司机虽然技术不过关 但人品还是比较过关的 在撞倒朱翠芬之后 他立马请周围的好心人帮忙 合伙把朱翠芬送进了附近的医院中 由于抢救的比较及时 重伤的朱翠芬勉强保住了姓名 但是 当时的医学技术并没有现在的先进 加上他的右腿伤势太过严重 所以医生在取得李德权的同意之后 为他的右腿做了截肢手术 事后 赵氏司机又赔付了朱翠芬和李德权一大笔钱 但朱翠芬的右腿却永远没有办法回来了 朱翠芬刚从昏迷中清醒过了 就得知了自己失去右腿的消息 看着空荡荡的裤管 朱翠芬泪如雨下 精神几乎崩溃 就这个事实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情绪低沉 消极的状态中 后来李德权不断地安慰他 鼓励他 甚至还花钱找木匠给他做了一条假腿 朱翠芬的情绪才有所好转 那个时候 身处小县城的朱翠芬和李德权夫妻 并没有听说过一只这种东西 所以只能用假木腿来代替 这条木腿始终没有本来有血有肉的腿 来得自然方便 所以安上木腿的朱翠芬根本没有办法爬楼了 而单位分配给李德权的宿舍 在三楼不爬楼梯根本没有办法上去 为了照顾妻子 李德权和妻子带着三个儿子搬回了农村老家居住 也方便他换个环境好好休养 每天早上 李德权都会早早起床 骑着自行车去县城里上班 晚上再骑着自行车回来 三个孩子也非常懂事 他们知道母亲遭了大难 身体不行了 所以都争着抢着干家务活 在丈夫和孩子的陪伴下 朱翠芬终于接受了现实 又变成了那个勤劳能干的女子 她并没有躺在床上休息 而是在附近的自留地里种起了各种蔬菜 后来他们的三个儿女渐渐长大 他们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半点都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虽然朱翠芬的文化水平不高 但却没有半点重男轻女的想法 她对待三个孩子都是一视同仁的 她和李德权都叮嘱孩子们要好好读书 以后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后来朱翠芬的大儿子和小女儿考上了大学 大女儿也考上了大专 三个孩子都非常有出息 毕业参加工作之后 也经常回来看望朱翠芬和李德权 后来朱翠芬和李德权的大儿子去北京打拼了 而两个女儿在玉县也发展得非常好 他们后来都有了各自的家庭和事业 但对朱翠芬和李德权还是非常孝顺的 看着母亲一直在使用木制的假腿 三个儿女也凑钱给朱翠芬换上了一只 也许是练就导致的心理作用 也可能是木腿陪伴了朱翠芬太多年 两者已经磨合得非常好了 朱翠芬始终觉得一只没有木制的假腿好用 在用了一段时间的一只之后 朱翠芬还是把他替换成了陪伴自己多年的木腿 全网寻找马腿奶奶三个儿女成家立业之后 也多次让朱翠芬和李德权离开老家 跟着他们生活 两人的大儿子还特地把老两口接到北京去 居住了一段时间 但是朱翠芬和李德权两人并不适应大城市车水马龙的生活 他们心心念念着老家的日子 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朱翠芬和李德权让儿子把他们送回了老家 虽然家里的条件非常不错 三个儿女各个有出息 丈夫李德权每个月也有三千多元的退休金 但是李德权和朱翠芬还是比较节省朴实 朱翠芬和李德权也不想让儿女们为他们操心 所以一直没有用过儿女们给他们寄来的钱 他们在离家不远处的农田里种植了很多的蔬菜 每天早上李德权去菜地里干活 朱翠芬就拎着口袋 去周围的街道捡垃圾 每次收获的时候 李德权和朱翠芬都会叫两个离家比较近的女儿 回来拿菜 想吃什么就自己去菜地里哥 吃不完的菜 李德权就会打电话叫菜贩子过来收购 赚取一点生活费补贴家用 由于那条木制的夹腿已经陪伴了朱翠芬很多年 她的表面留下了不少岁月的痕迹 加上当时制作的手艺并不好 远远望去就像是一条马腿一样 后来朱翠芬早上出门捡垃圾的时候 正好被网友们拍到了 还被做成视频发到了网上 网友们以为朱翠芬是一个生活非常贫寒的老人 以至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安装一只 只能依靠马腿生活 他们非常同情这个老人的遭遇 想要帮助朱翠芬 但由于拍摄视频的网友 也不知道朱翠芬姓盛名谁家住何方 所以此时只能一拖再拖 2021年12月14日 这条已经被拍摄了好几年的视频 进入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视线中 他们在官方账号上发布了这个视频 希望通过广大网友的力量找到朱翠芬 由于朱翠芬所用的木腿很像一条马腿 所以网友们就把朱翠芬亲切地称为马腿奶奶 众人时柴火焰高 网友的力量是巨大的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朱翠芬的具体所在地 虽然网友们也得知了 朱翠芬的家庭条件并不差 不存在买不起假知这种情况 但还是热心地帮助他 不过朱翠芬不愿意接受网友的捐款 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足够幸福了 这些钱应该拿去给更需要帮助的人 为了教会朱翠芬老人使用一支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专门排了工作人员钱来教他 2022年6月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朱翠芬终于学会使用一支了 现在他已经把木质甲腿换成了一支 生活起来也更加方便自在了 虽然朱翠芬已经71岁 李德全也已经是82岁的高龄了 但他们的身体依旧非常硬朗 两个老人在老家种了不少的地还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